你好,政教论坛第二节 第一节讲 为什么我选择宗教,我讲得好像很复杂 我没有稿的嘛,你知道我讲话的 我提到很多方面的东西 我又限制自己,15分钟就讲完了 为什么呢?你讲得久 其实大家怕看得长 讲宗教的东西,所以我限制自己15分钟 可能我容易了,教政教论坛 如果我限制15分钟,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少时间 其实呢 所以如果 我秉承上一节说,原来人生存 要问有没有一个真理存在 有没有一个天理存在 有真理有天理存在 是在人的客观以外存在的 那我问,这个天理究竟哪个宗教 所提倡的东西 是真理呢? 那当然你要找一个宗教,一定要启示宗教 明白吗? 为什么呢? 如果他 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理存在 那你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神 有意识地跟你讲话 什么叫启示呢? 就是相信有 宇宙创造这个宇宙的世界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倾向创造论 是因为人的身体真的很复杂 人是会死的 那我相信 有一个创造者 这个创造者 他需要愿意告诉你 有个真理存在 有他的说话 在这个地球留下了 存在 如果不是 好像佛教那样 佛教他没有说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神秘的知识呢? 说这个宇宙有28重天 接着有个轮回结构 这个轮回结构 谁掌管的呢? 又说不是 不关佛祖事 那这个轮回结构 为什么会有正常运作呢? 就是人死了 会投胎 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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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轮回这个思想,这些资料,这个说法 究竟在哪里来的呢? 还是一些侵略者,入侵了印度之后 希望用这一套思想奴役那些被侵略的人呢? 你知道到了印度有一些比较白种的印度人 他在压制有一些黑皮肤的印度人 他利用这一套思想去压制其他人 他创造这一套,原来纯是用来骗人的 用来压迫人的 事实上,种性制度是有这种的 建立在轮回思想学说里面 他实际就运作了这些东西 如果他不讲清楚 对宇宙的看法背后的资料来源在哪里呢? 那个宗教就不可信 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启示宗教 一个是伊斯兰教 一个是犹太基督教 因为犹太和基督教 因为犹太和基督教 本身 他也是一 即是怎么说 他旧约就是犹太教的东西 犹太教之上 就加了新约 变成基督教 这样 那么 启示宗教 基本上就 这两件左右 再加多一件 就是 十九世纪出现的 魔门经 但是主要的启示宗教 可能这两三个 其他 可能不知道 有个教主 好像法轮功 李鸿之说一大堆东西 他就突然间说他见到佛祖 然后 他也有一些启示 因为李鸿之说他是神 不过李鸿之救不了他 下面的弟子 不知道叫简红章 香港的 主持人 李鸿之说 李鸿之那么伟大 为什么救不了简红章呢 这些人不需要解释 他只是一条神棍骗账 骗钱 所以我就问 这个世界究竟 如果 我相信多神论有很大的问题 多神论就是有很多个宗教 很多个神 有很多个真理 谁是真理 最后是没有真理 那我说回圣经 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旧约圣经的结构 讲旧约圣经的结构 以此 希望逐步逐步讲旧约圣经的写的时代背景 可能做一个像教会里面的旧约中南 讲完旧约 怎样去出现 构成的时候 会开始讲到 然后 在耶稣之前 在耶稣之前 最后期 犹太人最喜欢看的 就是启示文学 就是《弹尔尼书》 预言末世的经卷 我想《弹尔尼书》是最经典的 我可能会去 开始讲一下《弹尔尼书》 然后用《弹尼书》 讲它的点点滴滴 又不会详细讲 讲它怎样构成 然后再布局 去讲 新约 诞生的背景 其实我希望 一步步去讲 希望帮助大家 明白 究竟 基督教是什么 犹太教的基督教是什么 犹太教讲不了那么多 讲圣经是什么 圣经分身旧约 当然犹太人不承认它那本 《弹尔尼书》 《弹尔尼书》 是旧约 因为犹太人就认为 他们那本《弹尔尼书》 就是《弹尔尼书》 没有什么分身不身旧约 不是我们看犹太人 读的那些就是 旧了 新的那些更重要 新红旧就会有这样的暗示 但是我仍然叫 那些做旧约 因为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来的 所以我相信那些是旧约 犹太人留下的那些 现在《弹尔尼书》 《弹尔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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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弹尔尼书》 去到基督徒这边 有时候将一些书卷 拆小了 比如说你看到 《弹尔尼书》 在基督徒这边 就要分上下卷 比如说 举例它历史书里面 也有一些叫历代志 分上下卷 原本的犹太人 只是分24卷 但是在基督徒那边,因为有一些书卷拆开去分上下卷,就变成有39卷 这个是新教的看法 但是天主教和新教是不同的 新教呢,天主教就多了7卷 就是46卷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 在这里我想,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天主教会多几卷 而基督教少几卷的问题 接着可以以后的星期里,再慢慢逐步讲一下 圣经怎样构成,各样的事情 你理解一下圣经怎样构成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多些 继续再考虑信不信基督教 其实这本圣经就是,耶稣出世之前,可能很多人都写圣经 但是,写一写一下,他们原本是讲西伯来文 就是亡国之前,他们有两次亡国 第一次亡国是公元前722年 他们分开了两个国家,北面的国家 就亡国在公元前722年 公元前的722年是多久之前呢? 是中国的春秋时代 中国进入春秋时代 我自己认为三家灭治开始算起 公元前的453年才进入战国时代 但是呢,其实 犹太人的地 他们北面的以色列国 亡国的时候是公元前的722年 然后呢,他们剩下的那个 另一个叫尤大国的国家 很小的 但是在尤大国亡国的时候 公元前的586年 都在中国的春秋时代 你想想,不是很古旧 中国人呢,其实在春秋时代 留下的典籍是很少的 中国人呢 除了 论语 孔子的思想 是春秋时代之外呢 其他的思想呢 都是在战国时代才有 现在我理解 按奴斯江 一个中大 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一个已经过身的前教授 叫奴斯江 他写了个中国哲学史 他认为 道家的 道德经 和庄子 这些书呢 都是在战国时代写的 就是说 老子这个人呢 相信都是在战国时代的人 不过呢 很多时候 那些传说 传到他就说 他还要给孔子祖啊 这个呢 是一些传说来的 就是说 其实中国人的思想 其实 很多发达的思想 是在战国时代才有的 那犹太人 迫而起过 比中国人早 是会有一些 早出现 一些 他的亡国各样东西 都是很早发生 在中国春秋时代 但是 无论如何都好 他这两个 的亡国时间 你记住了 一个叫722 公元前的722年 一个是公元前的587年 那这两个年份 他亡国之后呢 其实就 他们呢 就面对着整个文化 有很大的冲击 那他们呢 就将他们的经典 有很多个重整 那他们呢 大约呢 在公元前呢 三百九十八年呢 他就会将摩西五经呢 就 最后整理好的 大约是这个时间 都是公元前四百年了 刚刚进入战国时代 不久了 在中国那边 搞好了一本 嗯 律法书 那跟着先知书呢 其实他们亡国之后呢 都很需要那些先知书帮他们 所以先知书呢 我相信呢 他们呢 都慢慢执 现在我们的理解来说 但是他们 有几个先知书 有几个大先知呢 都在亡国时代陪着他们 一起经历最痛苦的时候啊 那譬如说公元五百 八十六 八十七年他们亡国嘛 那以赛亚呢 就分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二 以赛亚 以赛亚书的 四十章 去到 五十五章呢 那个是第二赛亚的部分 第二赛亚呢 写圣经的时候呢 就是 刚刚那时候呢 犹太人呢 就 看着 巴比伦帝国就来灭亡的时候了 这个 第二赛亚 写的时间就是 国家亡了 但是 他国家亡的时候 就是被巴比伦呢 侵略的时候才亡国 那巴比伦呢 害到他们很惨 那他看着 巴比伦就来亡国那一段呢 就是第二赛亚 接着呢 耶利米呢 看着他亡国那个阶段的事情 亡国 亡国了之后呢 他们就 耶利米书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写完 就是先知已经要写完了 但是 这些 评论啊 整理呢 还 保持着 以西杰呢 是一个 也是看着亡国 见证 亡国那个阶段的先知 来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很多这些书卷呢 一直都可以在 在亡国前后呢 在那儿写 举例 我们知道 比如说 后先知书里面 有四大先知 有三个大先知 但是又有十二小先知 十二小先知 里面呢 有几个呢 譬如说 举例 哈戈 薩加利 马拉基 都是一些比较 后期一些 波斯时代的东西 你真是 可能你 听不明白我什么 我就讲一讲 他亡国的时候呢 侵略他的国家呢 是巴比伦 跟着呢 巴比伦亡国呢 就被波斯帝国呢 就 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消灭了 波斯帝国呢 又 后来被 希腊的阿历山大消灭了 阿历山大很出名啦 是不是 阿历山大呢 他死了之后呢 又有很多 希腊人 长期统治他们 所以圣经呢 是在这些年代里面 是这样 寻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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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样 那样 横跨了很久 刚才说过了 律法书呢 公元后的三百九十八年 公元前的三百九十八年 差不多 搞定了 整理好了 先知书呢 由亡国前后 又是这样 整理了很久 他可能整理到耶稣之前 不久 都差不多整理完了 另外有一批 叫圣卷的物体 圣卷的物体 圣卷的物体 其实就 这里呢 犹太人就认为 只有十一卷左右 但是呢 呃 呃 天主教那边呢 就是有多七卷 因为圣卷呢 是 写到去呢 公元后 二世纪 公元的一百多年的时候 他们呢 到最后的决定 圣卷呢 究竟有哪部分呢 是公元二世纪才决定 耶稣死后 差不多一百年 犹太人就最后决定 就是这十一卷了 但问题呢 呃 犹太人因为他们 经历很多变化嘛 他们就 他们去到巴比伦就很短时间 只有几十年左右 但是去到遇到波斯时代呢 他们就开始要讲 亚兰话 因为波斯人呢 就选择了其中一个国家的言语 就是亚兰话 亚兰话呢 跟希伯来文很相似 所以呢 他们学亚兰文又不难 犹太人呢 又因为 懂得 他们讲开希伯来话 希伯来话呢 去学亚兰话很容易 等于德国人学英文很容易 所以他们其实呢 在波斯时代的生活都挺好的 因为他们 基本上可以很容易去做公务员 做官员 因为整个国家要用港亚兰文 他们学是很容易的嘛 其他民族未必那么容易学的 波斯帝国统治很多民族 但是后来他们又遇到希臘人 希臘人灭鬼了波斯的国家 他们要学希臘文 他们呢 就要将他们的经典 翻译了做 希臘文的圣经 希臘文的圣经呢 其实就流传了给基督徒 希臘人的圣经 流传给基督徒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说了 希伯来圣经的圣卷部分 都有翻译做希臘文的圣经 希臘文的圣经 其实就多了七卷 那七卷就是那些关于革命的书卷 譬如说 《马加比上下书》那些 所以这些呢 写得比较迟 但是也比较敏感的书卷呢 就是犹太人遇到革命 公元七十年 耶稣死后 我相信耶稣死后 四十年左右 犹太人就曾经搞革命 为什么他们搞革命呢 他们有阅读过 他们认为的圣经 那时候的七十四日本 是有了 有了《马加比书》 就说他们怎样革命成功 所以他们说 早可百多年前 公元七十年他们搞革命的 他们早可 大约百多二百年前 曾经搞革命成功 推翻了一个 希腊人 建立的一个 在敘利亚建立的一个政权 他们就可以脱离了 这个 希腊人的统治 自己独立到 所以去到罗马时代 他们就觉得 二百年前做到 二百年后都可以 但是 他面对帝国不同 那时候希腊人的政权 就没有那么强大 或者衰落 他们搞革命成功 但是面对罗马人 罗马人还很强盛 他们最初搞革命 那他们就亡国 他们就被犹太人 镇压了他们 独立颠覆的活动 他们被镇压了之后 被驱港 离开了巴勒斯坦 这个就是公元70年之后的事情 后来 他们犹太人当然就是说 痛定斯和犹太革命 他们这个 独立的行动 是有两次的 第一次是公元70年 公元132至135 公元后的二世纪 公元132至135 他们有第二次的革命 那一次革命就完全失败 所以他们就被 真是罗马帝国 就很生气了 就把所有犹太人完全 不准他们留在巴勒斯坦 全部就分散在地中海 那犹太人面对 一个这么 这么惨烈的历史 他们在二世纪做了一个行动 就是把 马加比书和一些差不多时间写的书卷 在二世纪 在二世纪就这么做 哇 圣经都敢扔 那犹太人就说 我决定而已 基督徒就会怎么看呢 基督徒就说 我们在一世纪耶稣 公元30年死了之后 再復活 但他升天 那时候他们在读那本圣经 是希腊文的七十字译本 又或者他们自己 可能在读他们版本的圣经 可能亚南文也好 希伯来文也好 那本圣经肥一点 多几卷的 那基督徒就是一帮希腊佬来的 因为那时候 整个地中海的人 都懂希腊文和拉丁文 所以他们 他们承传了 基督徒在一世纪 承传的圣经 就是七十字译本 就是肥一点的 旧约有四十六卷的 而犹太人 在二世纪 将这本圣经 缩减到 他们说的二十四卷 如果在新教来说 就叫三十九卷 因为其实蝙蝠是一样的 不过呢 新教徒就会拆 拆开什么上下卷 那些东西 你明明为什么 新教或者犹太教 本圣经会短些 天主教本圣经长些 这个就是原因 那为什么新教会跟着犹太人呢 这个呢 简单一句 就是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呢 他们以为圣经只有希伯来文 那犹太人 本圣经只有希伯来文呢 就是这么小本 只有三十九卷 就是他们说的二十四卷 犹太人说 所以他就觉得 应该跟犹太人正宗一点 天主教多了 他不知道历史 两个人不知道历史 乱按决定 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新教变成了阉割圣经 因为我们基督徒 在耶稣时代 成继的圣经 是肥一点的 多一点的 四十六卷 新教呢 是不理解历史之下 错误地跟犹太人 阉割圣经 这个是我的看法 先说这么多